第六课 当好职场插班生 课文 这天是我到这家公司上任的第一天 我的职位是咨询师 早就听说这里老手多 新手少 不少资深员工在公司创立之初 就开始在这里工作了 清早上班和新同事一一认识后 我以为一天的工作就此开始 没想到赵姐工作的第一件事 是忙着沏茶和咖啡 给张哥端一碗 给孙姐送一杯 我想这单位风气真好 明天这事我来做 正想着赵姐已经坐在那儿 开始自己享受 唯独剩下我和我的搭档 与我同一天就职的小林 顿时小林的脸色变了 我也有被边缘化的感觉 不过我还是向小林使了个眼色 屋子里鸭雀无声 第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我和小林的业务很难做 渐渐都让人头痛 有时候还玩不成指标 可别人的工作很快就完了 几乎成天聊天 上网 吹牛 还有人溜出去逛街 我和小林虽然是新来的 可我们之前在别的公司 也是好手呀 后来我发现 领导分配业务时 总是让资深员工先挑 他们挑剩下的才是我和小林的 我们的工作从难度上讲 和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 小林要去找领导讨公道 哼 太不像话了 明明是在欺负人 大不了辞职 我也觉得不像话 可静下来 也觉得没什么不好 应该说 这反而是我们可以展示自己才干的好机会 我和小林决定不和他们计较 全力以赴投入工作 不怠慢 不敷衍每一位客户 想方设法做好每一单业务 多忙都不凑合 忙碌中 时光过得飞快 我们的业务能力得到了飞跃式的提高 点名找我们的客户越来越多 有时领导会说 服务对象对张哥不满意 活儿你们接手吧 客户投诉召解了 你们处理一下吧 我们每天都充满激情的工作 享受着工作的快乐 年度考核 我和小林的敬业精神 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受到了表扬 经济上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当初对我们不友好的资深前辈们也变得热情起来 再后来公司来了新人 领导让我带他们 我把工作经验和技巧传授给他们 毫无保留 其实 进入新单位 作为一个职场插班生 这个过程正是展示你人格魅力的时候 遇到困难也是你施展才能的时机 课文 当好职场插班生 这天是我到这家公司上任的第一天 我的职位是咨询师 早就听说这里老手多 薪手少 不少资深员工在公司创立之初 就开始在这里工作了 清早上班 和新同事一一认识后 我以为一天的工作就此开始 没想到 赵姐工作的第一件事 是忙着漆茶和咖啡 给张哥端一碗 给孙姐送一杯 我想 这单位风气真好 明天这事 我来做 正想着 赵姐已经坐在那儿 开始自己享受 唯独剩下我和我的搭档 与我同一天就职的小林 顿时 小林的脸色变了 我也有被边缘化的感觉 不过 我还是向小林使了个眼色 屋子里鸭雀无声 第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我和小林的业务很难做 渐渐都让人头痛 有时候还玩不成指标 可别人的工作很快就完了 几乎成天聊天 上网 吹牛 还有人溜出去逛街 我和小林虽然是新来的 可我们之前在别的公司 也是好手呀 后来我发现 领导分配业务时 总是让资深员工先挑 他们挑剩下的 才是我和小林的 我们的工作从难度上讲 和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 小林要去找领导讨公道 哼 太不像话了 明明是在欺负人 大不了辞职 我也觉得不像话 可静下来 也觉得没什么不好 应该说 这反而是我们可以展示 自己才干的好机会 我和小林决定 不和他们计较 全力以赴投入工作 不怠慢 不敷衍每一位客户 想方设法 做好每一单业务 多忙都不凑合 忙碌中 时光过得飞快 我们的业务能力 得到了飞跃式的提高 点名找我们的客户 越来越多 有时领导会说 服务对象对张哥不满意 活儿你们接手吧 客户投诉召解了 你们处理一下吧 我们每天都充满激情的工作 享受着工作的快乐 年度考核 我和小林的敬业精神 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 受到了表扬 经济上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当初对我们不友好的资深前辈们 也变得热情起来 再后来 公司来了新人 领导让我带他们 我把工作经验和技巧 传授给他们 毫无保留 其实 进入新单位 作为一个职场插班生 这个过程 正是展示你人格魅力的时候 遇到困难 也是你施展才能的时机 生词 上任 职位 资深 创立 七 风气 唯独 搭档 就职 边缘 眼色 指标 成天 吹牛 溜 等级 公道 哼 不像话 明明 欺负 大不了 展示 才干 计较 权力以赴 怠慢 敷衍 敷衍 想方设法 凑合 忙碌 时光 飞跃 投诉 激情 年度 考核 敬业 兴兴业业 回报 当初 当初 技巧 传授 人格 施展 时机 人格 后 未经许 杀 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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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